第四季节目 那年 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情 那年 我十一 我抓住了你 你这三个命还够啊 我抓住了你 你这三个命还够啊 你这三个命 没有 你这 我就是说 让我在最高的台阶上 给他们领操 喜欢吗 我警告你一个爱戏的啊 上次 死瑶瑶 抱黄胡多的事情明白 哥哥 你没戏牌 你就回来 你去惹他们干吗 我惹他们了吗 我怪他你啊 你是不是死瑶瑶 抱黄 我杀了 而且 这一句都听到了 你不要明白 你呢 复驾了 那正好啊 爸爸这两天呢 也不去上班了 假设自己是身在别处 也就是你 你身在某个家庭 某个时代 你身边的烙银 我会因为你的狭想而改变 你所能做的就是 接受他 并尊重他 接受他